RX 嗨 舒羌 歡迎來到今天棒決定堂時間 今天這集的話來聊聊這個富邦的一壘純隊 好 那以下是我的想法可以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可以使用的卡片 我覺得一壘的部分的話 如果用到高卡接的話還是用S為主啦 所以說像這個 白卡的證照行啊 目前是沒知識的 然後白卡的怪力男 黑卡的靈異拳 又或者是這個 黑卡的泛國城 這個的話都是 你有愛是可以看的 那我是覺得說 黑白卡的話 其實 除非你真的資金很多 不然其實可以先不用看 那如果下方的話 像是這個 超級中華隊的 靈異拳 那這張就是 可以克制 超級中華隊的卡片就是這樣 他是算是可以強化的怪物卡 然後還有這個 傳奇的靈異拳 傳奇的謝家賢 還有這個 千卡的兩張靈異拳 跟這個 傳奇怪力男 還有 21年的泛國城 那如果不要傳千怪的話 下方的話就是 主要會落在 19的SEP靈異拳 跟19的 明星賽靈異拳 還有13的明星賽靈異拳 那最後就是這兩張 22年的分別是 9月跟10月的泛國城 好那我們就個別的卡片來講解吧 首先的話 第一張是這個 謝家賢 謝家賢的話這張是 一壘跟中外野的S 我是覺得說 這張是可以用的啦 就素質上面其實蠻漂亮的 就可能雙打90 沒有這麼高 然後張家賢的話 這張白卡跟 這張這個 傳奇是這個 黑手一壘 但是我是覺得不用啦 然後張泰山的話 這三張 分別是這個怪物 然後傳奇跟 跟這個 那時候2011年 泰山已經轉到統一了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狀況 如果說 你覺得沒差 你只想用泰山的話 然後你又不想用這麼高的卡 其實因為畢竟 怪物卡這種東西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錄得起啦 那錄得起也不一定練得起來 所以變成說怪物卡的話就是 會比較偏向看看就好 然後 欸 怪物卡 我覺得啦 既然都用到這麼貴的卡 就是用到那個所謂的S就好 所以我這邊其實帶過而已啊 那如果說你不要用到這些的話 就是用這張泰山就好 那我是覺得泰山 還是放三壘就好了 好 然後接下來是怪力男 怪力男的話有這個怪物白卡 但是就貴啦 然後素質上面的話 跑壘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然後傳奇的這張的話是 欸 數質上面也一樣是跑壘的問題 那這兩張基本上我是不太會放啦 然後證照行的話有這個 怪物的內野4S 加上 傳奇的這個 異壘D啦 但其他所謂是三個S 所以我覺得傳奇上我也不會放 然後 E3點的雅直的話 他的異壘是S 那這樣雅直的話 我覺得說力量上面 數字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就是 比較偏有愛像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黃中藝 黃中藝的話 這個怪物卡 跟這個傳奇都是 一壘只有到B等級 那就是看你自己有沒有愛 那胡金龍的話 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但他手頻更低了 這張只有1 然後下面的這張 傳奇的 只有F 所以就是 欸 除非真的啦 真的你真的非常有愛 然後位子又真的重疊到了 那真的你的知情又夠 情況再去看吧 不然我覺得可能不用花這麼多錢去 去練這個 非族守衛的卡片 那高國靈的話 新出的這張黑卡 加上這個 21年的千卡 這兩張是可以守一壘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一壘的蔣智賢 手背評價有到B等級 最後就是兩張 這個卡片最多的 分別會是 靈異拳跟范國城 那靈異拳的部分的話 卡片很多啦 從這個怪物黑卡 這個數字其實沒有到 真的需要用到黑卡 然後加上這個 這個超級中華隊啊 這個雙打很高 然後傳奇可以守三壘 再加上兩張千卡 21年的跟22年的 還有下方的兩張 欸 非傳千怪的 SEP 19年TOP卡 跟 1913的明星賽 這些都是可以選擇的啊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范國城 范國城的話就是 黑卡在這邊 黑卡的話我覺得應該也不用用到 范國城應該不用到黑卡 黑卡的克制範圍真的相對少 然後千卡的話是 21年22年都可以守 那22年的話 主守位是三壘 我是覺得說 除非你要放三壘 再放這張 不然用21年這張應該就夠 這樣還比較便宜 然後范國城的話 如果不要傳千怪的話 下方還有兩張 一張9月一張10月都可以選擇 10月這張的話就是 數字上面比較平均一點 那22年的這張 9月的就是 那時候特化版嘛 所以他的跑壘跟他的 手背是比較高的 那前三項就相對沒有這麼好的 但是其實還是蠻高的 好那基本上就這樣子 如果是我自己做選擇的話 怪物卡我應該是會選這個 證照行啦 但是就一壘的情況來看 我是覺得說 可能不用到怪物卡 加上怪物卡的打者 基本上會比較偏向是 真的有資金再去練的 不然 他克制的範圍 就是可能就是那個投手 就是那個打血而已 就不會像投手這麼有用啊 可以克全場 那基本上一壘的話 這張17年的超級中華隊 所以靈異犬會是這個 資金夠的一個好選擇 加上說他是可以強化的 所以他在練 就是整體的練上去的時間上面 或許啊 資金夠的話 可能沒什麼藥水 會比練怪物卡快一點點 然後傳奇的話 其實我會選謝家賢啦 那謝家賢的數值上面的話 基本上 一壘這邊要嘛就謝家賢 要嘛靈異犬嘛 那這兩張的話 靈異犬的打擊比較高啦 但謝家賢的這個力量又再更上去 尤其是跑壘 跑壘的話 硬是比這張傳奇的靈異犬 又再更高了 不少 所以就傳奇的情況 我會選謝家賢 那如果是千卡的話 21年的這張靈異犬 其實我不會選擇啦 我反而會去選擇用22年的這張 又或者是你要用21年的泛國城也可以 這兩張其實我覺得 數值上面並沒有差到太多啦 所以說這兩張其實是都可以選擇的 那如果非傳千怪的話 如果你不在乎手頻一定要S的話 19年這張SEP的靈異犬 會是一個好選擇 那如果你的一壘一定要S的話 其實我會選19年的明天賽靈異犬 又或者是你可能想要用泛國城的話 泛國城其實我會選22年的SEP 在這個 跑壘跟手臂上面都有大幅的提升 就可能不用拉這兩項數值拉這麼多 就可以去專心 可能就一些雙打或者是就力量 因為他的數值上面雙打的力量 其實也沒有到到真的非常低啦 那就是如果有些教練的話 是以這個雙打跟力量為主的話 把這個加上裝備這些的拉上去 基本上都還是有到夠用的數值 好那今天這部富邦的一壘純隊就到我們結束了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